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宗为乌克兰和世界和平送面玫瑰金 教宗说不要把乌克兰小麦当作武器 教宗任命21位新书籍 台湾代表参加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教宗7月份将访问南苏丹和刚果 朱恩荣神父殡葬葬弥撒感动人心 2022年台北国际书展天主教连展 6月2号开幕 主教团辅大出版社上智文化文道等 多家天主教出版社再次携手合作参展 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 为今年的天主教连展主持开幕礼时 特别期盼借着天主教的书籍文化 让大家认识耶稣 2022年台北国际书展天主教连展 6月2号开幕 由来自主教团佛大出版社上智文化文道出版社等多家天主教出版社再次携手合作参展 这次书展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兆明主教 无法前来台北书展向工作同仁给予问候与祝福 因此特别邀请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 为今年天主教连展主持开幕礼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信领同在 请大家祈祷 慈爱的天父恳求你降福 降福我们的天主教连展 中安住总主教在祈祷中特别提到每年持续参展 主要是希望把天主教的书籍文化 甚至是信仰带给大众 主教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认识耶稣 第一个就是是天主教的书 因为天主教连展 但是主要的主角是天主教的书 那平常天主教的书都是在天主教里面 比较少能够留到外面来 当然保禄秀女会在有一个书局 可能有一些人会去看 那借着这个机会就很容易就把我们天主教的书 我们的文物就可以让一般的人都能够看到 能够接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扶传 一个扶传的好处 中总主教也提到 为了参加每年的书展 也间接成为出版社出版新书进步的动力 勉励我们各个参展的单位 因为我们也尽量参加每一年的书展 所以每一年的书展 假如我们没有新的作品的话 明年我们就会很不好意思了 所以这个也是鼓励我们 要不断的有出书 是不是闻到的 我们的上字都一样的 否则明年出的时候还是这些书 这样子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进步的力量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 随后中总主教为大家降福 并以天主经祈祷 祝福参加连展的所有工作同仁与读者 都能平安顺利 因为书展主题的国家为法国 中总主教也邀请台北总教区秘书长 也是法国神父的陆有望 与主教团秘书长成科神父 一同用法文送念圣母经 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 从6月2号到7号 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短午节及星期六 则是延长到晚上8点 天主教连展的摊位 在世贸义馆的一楼西区527号 书展期间所有出版书籍圣物 包括圣经 感恩祭典 礼仪书 也全面打八折 这次连展只有短短的五天 希望全台教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特别优惠的良机 向邀大家来逛2022年 台北国际书展天主教连展 台北国际书展天主教连展 第一场讲座 法国爸爸在台湾 6月2号下午1点在蓝沙龙举行 主办的文道出版社 特别与在花莲的刘一峰神父连线 同时也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的 陆有望神父等人在场 神父们爱台湾的心 令人感动 以法国为主题国的台北国际书展 天主教连展 6月2号下午1点 在蓝沙龙举行动 在《蓝沙龙举行动》 《法国墓者的风采》 《法国墓者的风采》和对台湾的爱》 台中科博馆 2020年出版了一本台湾东海岸的 《法国墓者新书》 而这本书的缘起正是 《花莲玉礼》的刘一峰神父 2018年台中科博馆举办了 玉礼的《法国爸爸特展》 引起大家对巴黎外方传教会 在东台湾耕耘的关注 随后来自神父们早期遗留的影像手稿 当今神职人员或其佬的口述 企图从传教士的视角 来窥见早期花莲地区各方面的生活面向 台湾东海岸的《法国墓者新书》 于是本事 也成就了6月2号下午1点 在台北国际书展蓝沙龙的这一场 《法国爸爸在台湾》的讲座 讲座首先和刘一峰神父连线 刘神父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法来到台北 他不仅谈到自己为完成大夫的遗愿 来台湾传教 并且在弱势者身上看到基督的故事 他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新计划 我们现在也发现 我们在资源回收 在回收场那里 也有20多个人 没有固定的家 有几个跟我说 神父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也想跟现场的朋友们做一点交谈 刚才刘神父提的呢 就是三十多年来 其实有一群朋友 一直跟着神父做回收 或者做环保的工作 那神父发现 他们这些人呢 也无处可住 那甚至于就是 在很简陋的地方住 因此神父决定要盖一个家园 也为这些人 让他们有一个宿舍 有个落脚的地方 那这个叫日出家园 那我们会在周报 也会在真理电台的报道当中 把日出家园的讯息也告诉大家 那在现场呢 有两位 也是神父 那他们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 那巴黎外方传教会呢 很特别的是 从花莲教区成立以后 他们就来台湾服务 陆友望神父 以及范神父 那他们呢 在和留神父比较不同的呢 是他们在都会地区服务 那巴黎外方传教会服务若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陆神父 你在你的教堂 怎么样把弱势的这种 服务弱势的精神带进去 当然在玫瑰堂也不是 这个环境也不是一个弱势的环境 可是 我们跟一个团体是 每个礼拜三去火车站 看街友 然后跟他们全力关系 常常像一个蔡先生 他跟我说 我要去参加弥撒 他有一个灵魂的一个需要 常常我们给穷人 钱啊 或是东西吃 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 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关系 也有他们是需要建筑 然后这个蔡先生 后来是他请我为街友安排一个 圣诞街的一个尾牙 一个晚餐 一个弥撒 给其他的街友 教宗方极各5月31号 傍晚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 与信众一起送念玫瑰金 并与世界多个地方的圣母朝圣地 视频连线 教宗在和平之后太相前恳求和平之恩 大约900人在场 许多乌克兰信友 瑞士卫队和难民也在场祈祷 教宗方极各5月31号 教会的圣母访亲庆日 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 为和平送念玫瑰金 傍晚将近六点 教宗方极各将一束白花放在圣母太相脚下 为这次的祈祷活动拉开序幕 85岁的教宗坐在轮椅上 面对着圣殿的玛丽里贾纳帕西斯雕像 在和平之后圣母太相前 为战争的尽快终止向圣母恳求 教宗渴望以这次祈祷聚会作为世界希望的标记 因为教宗甚至 和平既不会只是谈判的结论 也不会光是政治协议的成果 和平尤其是圣神的愉悦之恩 当天傍晚在圣母大殿里 和教宗一同祈祷的天主子民 包括日前出领圣体和监政的青少年 喬居罗马的乌克兰家庭 教宗瑞士卫队成员 罗马三个和平之后堂的信友 以及圣座部会成员 此外五大洲多个圣母朝圣地 也和教宗世平连线 他们分别位于乌克兰 伊拉克、叙利亚等地 在罗马圣母大殿内 当晚以教会传统、送念、玫瑰金、痛苦五端 每一端的领经人员背景各有不同 他们是乌克兰家庭、随军、斯多 协助困境民众的志愿者 叙利亚和维内瑞拉家庭 以及若干的难民 其中第一端领经的乌克兰家庭 在圣索菲亚团体从事志愿服务 这一名四十岁的乌克兰妇人 曾经在2008年 罗马宗座天使大学求学 返乡之后 乌克兰陷入战乱 他们一家人逃离祖国 在罗马寻得欺身之所 并为逃难的同胞做志愿服务 念完玫瑰金之后 在场众人送念圣母德序导本 然后教宗向信众颁赐降福 并前往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太相前 祈祷片刻 活动结束之后 教宗微笑亲切的和个别性友交谈 然后缓缓离开圣母大殿 由于俄乌战争未见缓和 乌克兰小麦出口受阻 教宗方吉克6月1号 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前 强烈的呼吁 不要把乌克兰的小麦 作为战争的武器 由俄乱万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哥伦比亚卡塔赫纳总教区西梅内斯荣修总主教 比利时根特教区范洛伊荣修主教 意大利卡利亚里总教区米利奥荣修总主教 神学教授吉兰达神父 以及圣伯多禄大殿永岛斯多佛雷札蒙西 因此在8月27号后 书集团的人数将增加为229人 其中132人拥有选举教宗资格 比保禄六世规定的120名县制多出12名 使未来的书集团更趋于年轻化和全球化 199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起的世界家庭大会 每隔三年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一次 原定2021年的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今年6月20号到26号在罗马教区盛大展开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世界家庭大会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家庭聚会 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将于今年6月22号到26号在罗马教区举行 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次活动限制 请有2000个家庭能够到场参与 但在5月31号的线上记者会中 筹办团队表示 希望无法来参与的世界各地的家庭 能够借由媒体转播 来收听或观看所有演讲和教理的活动 一同跨时空参与这场盛宴 Ladove sia possibile 成功th experience 车站 completion 祖地埋伍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 在这场表情 正在立即无理 参与活动 因此除了给乌克兰家庭提供支援外 也支持来自非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欧的家庭代表 而台湾天主教会 由新竹教区李克敏主教 带着台湾的家庭代表 与其他119个国家的家庭代表们 参加这次的世界家庭大会 也在活动中 将有各国的家庭代表们 上台分享各自的经验 台湾的叶家燕老师夫妇 也将在其中谈论家庭工作经验 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于6月22号星期三晚上 教宗方济各将在保禄六师大厅 接见家庭并举行家庭节 之后演讲者和小组讨论 在6月23号展开连续两天的 小组与家庭讨论 6月25号举行圣体朝拜后 教宗方济各于当地时间 下午5点30分 在圣伯多禄广场 举行世界家庭大会的主要弥撒 最后各国的家庭代表们 在6月26号与圣伯多禄广场 与教宗一起送念三中经祈祷 结束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 所有日程 圣座新闻是日前公布了 教宗方济各第37次国际牧林访问的行程 教宗将于7月2号到7号 出访刚果和南苏丹这两个非洲国家 进行一次大公合一的朝圣之旅 还记得2019年4月11号 教宗跪下亲吻南苏丹的总统基尔 和马沙尔的双族 为南苏丹的国内恳求和平 教宗终于要实现访问南苏丹的心愿 7月2号到7号 将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 做牧林访问 圣座新闻是5月28号公布了 教宗这次牧林访问的正式行程 教宗将于7月2号 抵达刚果恩吉利国际机场 先礼貌拜会总统齐赛克迪 及其政要 当天晚上 教宗方济各将一群惯例 在圣座使馆接见当地的耶稣会市 7月3号主日 教宗方济各持有两项活动 他首先将于上午 在金沙萨恩多洛机场主持弥撒 并在弥撒结束时 诵念三中经 傍晚在刚果之母主教座堂 接见主教斯多会事和修生 7月4号 教宗将前往刚果最东边 北极五省的七八本主持弥撒 那里是意大利大使 阿塔纳西奥 2021年2月22号 遇害身亡的村庄 下午 教宗将与贝尼的暴力受害者相遇 贝尼是北极五省的第二大城 曾经遭受伊波拉病毒和多场天灾的打击 也发生无数屠杀百姓惨绝人寰的事件 例如民兵和军队的少杀鲁略 教宗方济各将在哥马教区的接待中心 与受害者们进行一个多小时的会晤 随后返回金沙萨 7月5号 在金沙萨训道哲体育馆 会见青年和药理员后 将启程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 会见总统基尔及相关政要 7月6号周三 教宗第一项活动 在朱巴的流民中心 探访流离失所者 傍晚6点 教宗将在朱巴的约翰加朗墓园 与圣公会坎特博里总主教维尔比 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格林希尔兹 举行大功祈祷会 7月7号最后一天的上午 教宗要再回到约翰加朗的墓园 主持行程中的最后一坛弥撒 并在弥撒结束后 搭机前往罗马 北乌米奇诺机场 返回梵蒂冈 结束这次的国际牧林访问 我曾经爱过 而被爱得更多 我将永远去爱 永远的青年导师 朱恩荣神父的殡葬弥撒 2022年5月28号上午10点 在台北圣家堂举行 感恩礼 由耶稣会中华省省所 莫朗神父主理 詹德龙神父 及20多位神父共祭 许多朱神父深爱的好友们 特别以爱还爱 前来送别 永远的青年导师 朱恩荣神父的殡葬弥撒 2022年5月28号早上10点 在台北圣家堂举行 感恩礼仪 由耶稣会中华省省所 莫朗神父主理 詹德龙神父及20多位神父共祭 许多朱神父深爱的好友们 特别以爱还爱 前来送别 我曾经爱过 而被爱得更多 我将永远去爱 这是朱恩荣神父生前说过的话 弥撒讲道中 冯汉中指示 提到诸神父遵行主耶稣 彼此相爱的命令 一生为朋友尽心尽力 还有他常常陪伴我们 是我们最好的神师 还有许许多多 不同的善欲 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 他更是我们的朋友 他也参与了我们生命当中 不同阶段的大小事 在婚礼当中 在庆圣会当中 他分享了我们的喜乐 当我们面对前路茫茫的时候 无法确定要留在国内 还是要举着移民到国外生活的时候 他带领了我们去分辨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我爱你 我爱你 离一的最后 基督生活团的弟兄姐妹们 合唱了一首 由朱恩荣神父谱曲 王巧明做此的歌 我们要彼此相爱 团员们希望借着这一首歌 表达对神父的无限怀念 我们要彼此相爱 接下来 由末朗神佐代表耶稣会 向各位致谢此 随后末朗神父代表耶稣会中华省会长 董刘泽龙神父 感谢大家齐聚一堂 最似朱恩荣神父 全体耶稣会会世弟兄向朱恩荣神父临前行三举功礼 鞠躬,三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五月二十二号对西班牙马德里总教区来说 是个喜乐的日子 十一位执事在马德里书记主教卡罗斯奥索罗主持的弥撒中 接受圣志圣事,成为天主钟爱的牧者 这一节新闻的最后与您分享这份难以言喻的喜乐 真理新闻,我们下次再会 三十二号对比较联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